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之前轰动的人机大战的主角AlphaGo 同时也知道他这次只准备下60盘起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也都 这时候还没知道呢 是60盘结束才知道 不是在下第60盘之前就知道了吗 是吗 我搞错了吗 好吧 这个其实就是 总之在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大家也非常 就是全民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有很多的风声传出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也是抱着能多欣赏一盘 就是一盘的心态去欣赏 那么今天挑战呢 是今年状态非常火热的周瑞阳九段 也是一位世界冠军 然后他的战绩也特别好 在现实比赛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 周瑞阳九段跟Master的对局会怎么样 这盘棋是Master的黑棋 对 又下了常年的错小木 他非常喜欢的错小木 这叫错小木吗 不 这叫像小木 对 我的用词有问题 然后错小木 大家好像通常指这个比较多 对 大飞 然后小飞 然后尖 这席 它是尖着下的 一般常见的都是压住 然后白的活的话 黑的觉得也不是很怕 那它尖也是比较有意思 下的 然后紧逼 先护住 一般煎完就说这棋 我先放一手 然后先走外面 然后它也就很厚 是糊 那么它是觉得这两个字差不多吗 一般好像我们原来的认知 觉得不太肯这样 对 觉得这样吃的木树会大一些 但是有可能现在就是这边会薄一些 然后这边会薄一些 这样就是以后 再会摆得这个时候 木树差一点 但是它可能在这局面下 觉得这个更厚一点 对 这就是判断的问题 然后对 粘片 最宽的一条边 对 黑的 闭住 嗯 那黑的白的尖走这儿 我肯定要从这出来 如果你走这儿的话 可能白觉得围的不够大 然后围不过黑的 黑的更大一点 所以实际选择 糊珀的一个局面 嗯 黑的贴 白的条 现在看到白的旗形还不错 挺舒展的 冲了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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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白的黑的肯定要断 可以说我这冲一下是应该有点用的 嗯 然后再反手点 对 它难道是计算如果先点了再拖 白的搬下来 这下亏了 我说计算 还是说他觉得点的时候 白的有可能从外面走 他就拖一下 就拖不到 也是有可能 嗯 反正像这种地方 我觉得人是搞不清的 嗯 很蒙的一个状态 就是应该先走 是吧 实际上是都被他走大了 这两下 嗯 但心情上有点不太肯 就觉得被点重 就白的 就有点凝重 嗯 但倒是都还好 就是 他现在如果白的 他应该就过去 他就准备 先把时空捞住 然后以后没准这还是鼓起 嗯 看下这个意思 然后黑的这边出来的话 也是防止白的下方成大模样的一个 对 但是这样呢 嗯 周杨九段是想 对 先便宜一下 然后这地方也许就可以搬下去 对 这点就是看着也挺犀利的 就是 看着挺像电脑照发 嗯 然后黑的反击 黑的反击 然后白的断进去 嗯 这断进去看着很厉害 第一个黑的应该是粘住 嗯 白的会再从外面搬 嗯 他反正就是一个 跟你打个时间差 你一走 我再走这个 这样 然后你要粘的话 我还要拐下去 拐下去 拐下去是重点 对 它的重心其实是围绕了这边 对 如果它充可以挡住 亲密朋友们要注意 嗯 如果是只能粘回来 就拐起这串就 对 白已经得分了 而且这上面还有粒的一些味道 嗯 所以断的时候呢 是这样电脑 AI是选择了一个转换 然后打吃 然后拐吃 对 对 就比较必然 就挡的时候眼见的黑棋 只有把就是靠左边的这两个字 拐回去 对 这反正看着白的非常的成功 这个地方 嗯 毕竟是把黑棋之前四打一的一个脚给吃回来了 而且还是你一开始就是 我就挂了一下脚你就啪啪下俩 对 然后我给全部火出来了 嗯 看着白的挺开心的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局部的定性 对 白棋这个时候当然它是要靠先把这下脚上挡掉 对 如果黑的直接杀 这个棋是杀不掉的 嗯 白的地方顶是先手 对 你还要继续破我的眼 好 那么白的通过袜粘是先手 嗯 嗯 就是补一个之内 然后 白一冲 这时候黑的就挡不住了 黑一挡被白的打 这个黑的外面是智力破碎了 嗯 所以说黑的不能直接吃白的 对 所以黑的实际是先把自身走后 那么白的自然就不活 白的不活 嗯 嗯 现在这儿我觉得看着上白的挺好的 嗯 因为在黑的这个局部 白的活了 活了6母切 然后 现在白的外面 你看这儿 自己的阵势还是挺好的 然后黑的只有上面的一个脚 然后和这个的失控 嗯 就是不知道以后这个中央这块棋 能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嗯 就是怕以后黑的这边是不是 然后飞怪会成大控制类的 是白的担心的现在状态 对 但至少基础的实控 对 白的非常实惠 嗯 对 然后接下来 对吧 STER点脚 对 右键点脚 但是这个点脚和之前不太一样 嗯 它现在是一个先定性 抢先定性的 在大飞 有一个大飞的情况下 点脚其实本身也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的 尤其现在在这 因为现在是很 如果是白的正常应对 这黑的一爬 会发现黑的不光活脚了 这白的一会儿就下来 自己白的还没活 嗯 对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的点脚 并不是那么的奇怪 对 现在点脚是是那个 正常可能也会点脚 对 嗯 白的都行 对 因为要照顾到自身有点薄的问题 嗯 是这样 这边白旗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嗯 这样白的等于又老了一票 其实白的 大概是把自己的脚变成了一个实际化 嗯 这是这个15目 10目弱一点 然后再加上上面 这两块大概20目起 嗯 然后这三个字其实现在有点不太好点 但是十几目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白的全面有30多目 对 但是白的如果30多目的话 发现黑的目数差距倒也还好 因为黑的现在是 嗯 十二 十三四目 大概这块鞋 然后加上这个就是 就黑的上面围20多目的话 是一个目数差不多的状态 但是黑的上面20多目 显然很好围 嗯 所以 怎么感觉 刚刚还觉得白旗也好像挺实惠的 这个局部其实也是普通的定型 但综合考量黑旗的后卫好像 对以后的影响来看 这个旗似乎就是像刚刚的目数上的差距弥补 还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发现其实黑的这三个字啊 非常厉害 黑的肩 贴 长 因为有这三个字 如果黑的这三个字之后 点脚是已经看成这样的话 嗯 那么白的前面的紫笑是有些问题的 嗯 对 但是白旗确实挡这边呢 就会出现 脚地不紧没了 自身 这还是欠一手 本身如果你星位大飞 这一连片 按理说你是一个很好的阵势 这个阵势是一个可以展开大模样 然后为大控的 但是白的先破黑的之后 黑的有三个字 然后这边提个花 一会儿黑的打入进去的时候 反而不知道谁厚 嗯 而且白的本身目 刚才说这个不到十五目 这十几目的话 白的本身也就二十几目 黑的自己还有几目期 是 所以这样之后可以去打入 黑的是不是先跳了一下 先跳了一下 嗯 然后 刮一下 嗯 然后再一照 当时看到这不起的时候 是感觉 这盘要坏了 嗯 但真的你说从 在点脚之前可能 还没有那么直观的认识到 就是白旗这个阵势 其实已经 由于黑旗这三个子的影响 就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子效了 嗯 然后这个地方定型完之后 也就短短的三手起过后 马上这个判断 最直观的感受就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当时其实这盘体在下的时候 嗯 是晚上 然后 看的人非常非常多 至少我觉得大部分职业棋手 都会都是在看 都是在那个观点 然后 然后 这个活完脚的时候 一间就是分叉比较大 就是有的说 摆得特别好 嗯 有的说不见得 有的觉得黑的还可以 嗯 然后 当下这的时候 就统一了 曲统了是吧 沉默了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发现好像 情势 是已经明显不好 至少之前觉得 就算觉得亏了 也觉得亏了 就是 就是很有限 就是肯定是觉得还是 很漫长一盘棋 但是下这的时候 我发现这棋好像比较艰难 嗯 对 所以对于这些的话 你觉得就 还是我们的判断上 对 主要是 不够精准吗 嗯 就是对自己的子孝 子孝的发挥 嗯 每个子以后能干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 大概的那种感觉 就因为我们没有具体化 没法把每部都那么具体化 量化 或者说没有特别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简单看一点 就白棋这个地方 因为黑棋这边 蒸紫的关系 白棋是不能吃掉这个子 因为白棋这块棋啊 如果是只能从这个角度跑的话 那离家还比较远 而且每部都是没什么木的 嗯 那白棋肯定想办法 从 从那个方向进去 破黑的空 对 进黑空里 对 黑的段 嗯 嗯 但这样 白棋虽然把上面这条边破掉了 但是 黑棋 再跳 白的 白是跳的 对 但是多了这几个子之后 会发现黑棋怎么这边好像 对 有点出现一个方向 而且白的其实自己还是没有完全的火 嗯 他只是先 先不能往这边跑而已 对 实际上是黑棋间冲 嗯 然后白棋再长处作战 好 对 这手棋也体现了他对形式的判断 对 他说不能再简单的跟你走 嗯 但黑棋就稳扎稳打 对 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黑棋周围有这么多子力 白棋这两个还是挺过分的 嗯 对 然后之后白棋也是 就 简单的把这儿弃掉了 但是 好像 双方就比较普通的在定型一段以后 差距又挺明显的 嗯 下成这样 对 对 所以 其实 嗯 就是说白棋这盘棋 哪步是明显的恶手 嗯 不知道 其实说不出来 嗯 说正 是这这边这几步下坏 其实看着白觉得 他的形状挺舒适的 是一个挺舒适的气形 然后上面这个点也非常有想象力之上 感觉火了 应该是一个预想图 按理说是白的预想图 是我理想的状态 对 就是我是希望走成这样 但是为什么走成这样 那个 我还是不好 对 为什么全部都是按我想这样我这期还是不好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 对 所以这盘棋的进程其实还是应该对大家挺震撼的 对 因为我们觉得白的下得很好 对 如果说之前比如说是自己的失误不好的话 你不会有这么直观的感受 嗯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有一点点问号 就是 到底判断 对 对 就是说他到底他是抢在什么地方 然后那个要进行总结 对 那我们就是现在国家队大家对于这些都有一些研究吗 还是 嗯 研究不是特别那个 因为有很多招法都是 嗯 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底这么下 然后是因为我下错了 还是他到底是下的好 所以说 有点想看到的数据就是 比如说我这部棋下完 比如说像这部棋是 胜率是我51 还是我49的这种感觉 还是我已经是30了 就是这种感觉 对 但是那通过这样的心态就可以看出我们还是很相信他的判断 对 或者说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因为他这么多连胜我们对他的实力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什么 嗯 但是也会有棋手觉得就是这是快棋嘛 如果慢棋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就是没有试过也不知道 但是就知道他实力很强 我们很难赢 嗯 就在快棋中已经体现了这样的实力 嗯 好吧 那我们也是确实感受到了master 再一次感受到了master的强大 嗯 那么这盘棋呢 我觉得我们当事人 就世界冠军周若阳九段 他自己肯定也是觉得一切都是按照他的预想图在发展 但是好像就输了 嗯 对 所以这盘棋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然后感谢谭校九段 谭校七段的精彩解说 就也是预祝你早日九段 好谢谢 对 感谢谭校七段精彩解说 也感谢亲民朋友们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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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